我听下来就是 妻子要吃鸡 丈夫说 想吃鸡 就你也配 挣那么几千块钱 家务也不做 孩子也交不好 连我爸妈你都不叫 你还想吃鸡 那妻子反问说 我为什么不能吃鸡 想当初你走了一步 我走了九十九步 我给你们家生了一大孙子 我一边带孩子 我一边挣钱 我怎么没有资格吃鸡呢 你有没有考虑过鸡的感受 说一句大实话 如果在家庭生活当中 偶尔有所抱怨 说你看我在外面多累 你在家里这么清闲 我爱你那么多 你回馈得给我这么少 在家里面有这种抱怨 是正常的 但但凡是到这样的一个舞台 计较我付出多少 你付出多少 我亏了多少 你又占了多少便宜 这样的夫妻都没有多相爱 你们自己心里很清楚 其实不让你吃鸡的 不是他父母 是他 是的 鸡都让他吃了 我为什么这么说 你知道吗 他刚才说了句话 让人是震惊的 孩子你要不要 我看法院的判决 这显然是一个 不足以承担 父亲责任的男人 我相信他在跟你 谈恋爱的初期 他跟他父母所传达的 那种感觉也是 你看 都是这个女的追着我 我没那么喜欢她 那如果他跟他父母 传达出来的是 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 你觉得他父母 会有多喜欢你呀 因为他知道 你在自己的儿子 心目当中的位置 就那么低 他还给你吃鸡 所以我想说的是 男生不妨说出 自己真心的想法 也许在结婚之后 有了一些爱 但是还真的是不够爱 而你呢 女人的身价 不是靠自己要来的 吃一只鸡 就说明他父母 很在乎你了 当然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 也许你认为 自己是一种冲动 但在结了婚之后 你会发现 我凭空走出的 那九十九步 我所有的牺牲 其实并换不来你 对我的愧疾 虽然你也没有 多爱了他 我是真觉得 你们两个 应该分开一段时间 把这个关系理清楚 把自己的角色理清楚 想想我要什么样的婚姻 我到底爱不爱他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谢谢 想过呢 又过不到一起 在一起 其实看着彼此都挺烦的 我说得没错吧 离婚呢又害怕 怕什么呢 怕一个人带不好孩子 怕孩子成为一个负担 怕自己挣的钱不够 怕自己不能承担一份责任 当然也害怕别人 说你们是不负责任的人 所以才会有说 离婚和结婚 哪个更需要勇气 才会说出来离婚吗 而且两个人答案是一致的 就是你们在那么多的观点上 是冲突的 但是在离婚这个问题上 是那么地一致 说不定两位对离婚 已经考虑过了 是的 因为我说过离婚 我肯定会考虑这一点 对 所以坦诚一些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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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